Hello,大家好,我是羊羹爸爸 今天呢,我再修一台MacBook Pro 是A1708的这个型号 因为是中途啊,突然我决定要拍摄这个视频的 所以呢,这个机器我已经拆开了 这是一个在日本做专门维修手机的那个粉丝给我发过来的 因为他自己专门维修手机嘛,比较忙啊 所以呢,他发了一台这个笔记本电脑和一个switch 给我练练手,那switch呢,是尾差损坏啊 那今天上午我已经秒杀掉了 然后给它发回去了 这一台机器呢,它的问题是不充电 刚开始啊,它以为是type-c的接口坏掉了 所以呢,它换了一个 结果换完以后呢,还是不充电 那所以想让我帮它来看一下 然后我们来测一下电压,放大 刚才呢,我已经测过了它这个接口了 它这边这个角是负极,这两个角是负极吧 然后这个角是正极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有4.97V5V的供电出来了 那就是说它现在5V能出来 但是呢,没有12V的话它是不可能亮的 我先看一下我这个功率啊 它这边0瓦,就根本就没有电流通过了 那之前修switch的时候我也知道了,它这个要满足快充条件的话 还有一个cce角 是很重要的,cce角呢 我刚刚也测过了,数过来是第8个 12345678这个角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电压是多少 它这边只有52mv,就是一点电压都没有,这个cce角 我来测一下它的组织吧,cce角 看看有没有断线之类的 它现在是760,760这个应该是ok的啊 然后这个 这只脚吧 直接测啊,这属怪第5个 760,然后这边也是哦,12345 这个是765,那个是760,那组织差不多了 这说明 cce角上面肯定没有断线 这个接口换的是ok的,没有问题 那为什么不充电呢 而且正负级肯定是ok的了 那问题我觉得就是应该在这个cce角这个协议上面 我查一下图纸啊 刚才在网上找了好久,我找到图纸了 ok哦,这个cce角通往边上的一个D3408,有个二级管吧 应该是个保护二级管,那我们来找一下,看一下 好像在反面 对,在反面 我们靠近一点看一下 是这一颗 既然有组织哦,那这个二级管应该是没有坏掉 哦,这是个保护二级管,它是对地的 那很容易哦,看一下这个二级管有没有坏掉 测一下正反向的组织就知道了 这是通的,跟对地的组织 现在是761,我们再反过来 是25 25多少的 这肯定是没有问题了 这肯定是没有问题了 ok,刚才我看一下图纸啊 我想从它的cc信号角下手 所以我查到呢 它这个cc信号角呢 一共有四条 这两个接口 然后正反面各一条 一共四条 结果呢是对四个 这好像是厂销用管来控制的 最后呢 两只送到这边 两只送到这边 这两个芯片应该是 专门负责电源的 就是USB的控制PD信号的吧 反正一颗芯片负责一个口了 这个管子负责这一面的这个 然后这一条呢 这个管子这个负责这里 然后呢 它这个信号进来了以后呢 是通到,通到这边 对 然后这个呢 信号是通到这里的 现在查下来哦 它因为这四组不可能全都不行啊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我觉得问题就出在这两个管子 我发现好像有问题了 这个地方好像不太正常 好像又复视 看一下哦 这个是什么 这是一条SPI总线的SCL 我看一下哦 它是通往哪里的 它通到反面的一颗U2800 它这一颗芯片 我们看一下 这颗芯片 ok刚才查一下图纸哦 这块芯片是一个8兆的SPI总线的闪存 里面可能存了某些设置信息吧 估计要通过 读取这个闪存 才能正常工作吧 这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那既然我们发现了这个地方 我们先把这个东西修复好了 看看 它能不能恢复正常 刷掉以后感觉也不是很严重的 OK测一下 测一下 它好像是15欧 好像是开度 现在是300-400K啊 我再确认一下图纸哦 OK 既然已经看到这个地方不正常 那么我们先把它拿掉 我们换个电子上去看看 有没有改善 完全脱落了一边的焊盘也没有了 看看能不能刮出来 这个位置比较尴尬 这个烙铁能不能进去 太挤了 看看这把尖头的行不行 尖头的就怕温度不够 可以是可以 好了,细行上去了 不过还不够 OK 然后我们再找一个替换用的电阻 那刚才我翻了很长时间 翻了我的iPhone的料本 15欧的电阻根本就没有 然后呢 就算有20欧的呢 它那个电阻的功率也太小了 所以呢 我在这边找了一个 用一个0欧的电阻来代替一下 它15欧本来就不大了 其实可以直接短接的了 但是呢 感觉还是换一个 电阻上去比较 感觉会好一点吧 这个是0欧的一个 1-20瓦的电阻 OK 然后呢 我们把它吹回去 再加点焊油 然后洗一下 苹果的主板 感觉吸盘水刷过以后就会显得很干净 可能是因为压光的缘故吧 挺好的 OK 我们再测一下 按的时候没有问题 没问题的话就可以 上电测试 两边测一下 一块响的 对 对 这样就OK了 然后呢 我们再插上车去看看 它这电流能不能跑起来 随便插哪个口吧 插电 还是没有反应 诶,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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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流轻松跑上去 现在是12.9瓦13瓦 瓦掉 再插这个 这个没有反应 哦,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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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3.5瓦12.8瓦 电流轻松跑上去 13瓦,我觉得应该已经开机了 14.7瓦 待会我装起来看看 OK,因为之前呢这个USB的接口也更换过了 有些地方孔里面没有焊锡 为了防止 待会我装起来以后 有什么两个键机出不好啊 USB啊 或者说视频输入不够用之类的问题出现了 那我现在这边把这几个点再加工一下 一番万一 OK,然后呢把它擦干净 我再检查一下边上的电阻电容有没有掉电 那就可以把它装起来了 好了,这样就差不多了 挺干净了 这上有点黑 OK,我现在把这块主板简单的暂时 临时性的把它装进去了 电池也插上了 基本上所有的接线都接好了 大家能看到吗 下面那个00是有的功率计 我现在插电,插电 1.7瓦,12瓦 诶,13.5 我听到这个东西叫了一声 诶,开机了,开机了 我觉得奇怪啊 这个屏幕好像有问题 这个地方是亮的 这屏幕有伤哦,天哪 我感觉好像是有什么东西压坏的 这个玻璃上这有个压痕 这屏幕有压坏的 OK,不管怎么样,这个机器啊 修开机了 OK,把这个机器装起来了 然后呢,又帮他测了一下外接屏幕 两个端口正反面,全都没有问题 然后WiFi也连上了 那完全OK了 另外这个屏幕那个商啊 在按屏的时候比较明显 但是不按屏的时候呢 诶,感觉也就这样了 就这一个小半而已 还好啦 好啦,那么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by bwd6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